原来日本真的存在这种河豚全席 今天这家店非常的忙 直接把别人全家都端上了住 这是他父亲 这是他姐姐 然后这是我 我 其实真的要说日本料理的话 河豚跟寿司真的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现在正好不是也到了奥运会期间吗 那我们肯定是要吃点好的 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 这家店还是看雨生 就现在采访的时候看到 看服务员衣服就知道这家店很老 里面好像是河服 外面套了一个白色围裙 第一个前菜还是按照传统是河豚鱼皮 就是这个分量实在是太足了 挤上一点青年模糊匀之后就可以吃了 碗的下面全是臭成醋 夏天来一碗感觉比喝冰可乐还爽 然后第二个前菜是四个很可爱的小碟菜 这个是泡菜乌贼刺身 它里面加的是明太子 这个好吃 然后这个是河豚鱼洞 里面是鱼皮和一些煮熟的鱼肉 它还加了一些很爽口的醋 这个你们可能猜不到是什么 它是芥末大肠 它因为要压住那个骚味 所以加了很多的芥末 吃起来特别顶 顶天灵盖的那个顶 把它说为下一个菜 就是河豚刺身 注意这个是一人份 不愧是老字号 轻轻地取上一片 放一根小葱 蘸一点红叶 再放一根这么粗的鱼皮 甚至你还可以放一块河豚肉 这个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吃法 卷起来之后再蘸一点点抽成醋 软糯和Q弹的双重口感 感觉特别奢侈 接下来是一盘蒜香炸河豚 它还真的放了几个炸蒜在那 这是胸口的那一块 肉特别多但没什么皮 口感是外脆里嫩 不过油渣的话还是皮比较香 这真的就是鱼皮薯片了 吃完这个之后就把炉炖上来了 一只河豚身上真的会有这么多肉吗 我终于河豚自由了呀姐妹们 先来一片没有骨头的 这个只能烤很短的时间 基本上第二面翻过来烤一下就可以了 你们看它卷起来的那个样子 线沙河豚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它上面是撒了一点调味辣椒粉 但它完全盖不住河豚肉的鲜味 里面是纯嫩的 带骨的这种会烤得久一点 反正就是从粉色烤成白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这种带骨的肉更嫩 而且一点点紫然会把河豚鱼骨的那个香味 衬托得更明显 啃起来特别爽 然后在你吃完之前还会给你上一碗粥 也是河豚鸡蛋粥 里面还有肉眼可见的河豚肉 再就这一块烤的河豚肉吃 就我对河豚的所有幻想都被满足了 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吃河豚可以吃撑 又到了最后高档餐厅的甜品 水果拼牌 阿基推荐指数 9分 卡娃样